一月零年后本次 接下来拿了所有的积蓄 在大阪上这套房顶头落雨的房子 雨流泥 就这栋楼 我们去看一下 这40年的房子这么行 房子在12楼 但是它电梯只到11楼 可能又是要走上去 怎么又是这种邪门设计 走咱们进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不设的房子 一楼大概有30坪左右 哇 这是怎么了 这应该是漏水了吧 我的天 刚翻新的房子就漏水 这坑也太深了 咱们去洋台看一下 这台阶太高了 所以的影响麻烦 我的天哪 咱们再上二楼看看 这楼上竟然硬是被分出来了三个房间 只有9平米的小卧室里 中间还有一阵大柱子 这房间设计我也是整罪了 不过这房子的浴室 智能马桶 还有厨房是真的新 因为是要租出去收租 咱们让明明算了下回报率 3.9非常低了 这么低 这还不如买一个小公寓呢 其实这房子的最大问题 是每个月的管理费要1800块 要知道 这都快赶上我日本朋友 松本的房租了 今天大阪的这套房子 到地铁站只需要步行四分 电车到市中心也才十分钟 虽然九日平只要156W 但是在大阪真的可以找到更好的 下期咱们就领大家去看一看 加油推荐指数